這個算是我們錄音室的心臟吧 大概是一台雙B車的家庭 錄音室的投資人很大 你只要看它一個 console 就是一棟房子 或兩棟房子這樣子 盤奈基是搬棟房子 歡迎光臨 這裡是我們平常工作的錄音室 請進 那這個空間是我們最主要錄音的空間 通常鼓啊 歌手啊 或是所有的 會發出聲響的東西 都會在這邊錄製 我們往下一間走 這個小空間也是我們平常會拿來錄音的地方 然後一般來說我們會放 音箱類的東西 或是一些會怕吵的樂器 那我們把門關起來之後 房間跟房間之間不同的樂器 就不會被干擾到 那我們下一間是錄音師們 平常最常帶的 control room 嗨 我是Zen 千惟安 嗨 我是玉瑄 我個人的話我們錄 樂器的機會比較多 樂器的話有時候會 需要跟製作人溝通 就是我們到底整張專輯 想要呈現的氛圍是什麼 那樂器可以發出的聲響 也是千百種 所以我們就要在這個 千百種跟不同的曲風之間 拿捏最適合這張專輯的樣貌 我覺得錄音師工作的話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有點像釣魚這樣 雖然我不釣魚 但是為什麼說像釣魚 就是我準備好釣竿跟釣耳這樣 我就垂釣 可是我等待了一天的 就是等魚上狗 但我覺得魚的話 就也是有點像麥克風 今天歌我想要收到 這個歌手他的聲音 是比較偏低音的 或者比較銳利的 我們就換不同的麥克風 就得到不同的語音 錄音會錄好幾天 突然有時候第一天唱不了 或者是說狀況更不好 魚場不好 然後那個可能魚上來都瘦瘦的 我們今天就收乾了 但明天一樣垂掉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錄音有點像 你麥克風都叫好 機器都調好 其實你就等待一個歌手 把好的take唱出來這樣 好不好相處很重要 尤其像我們時常跟一群人 待在這麼小的空間裡面 十幾個小時 如果你不好相處 就會不舒服跟很辛苦 我覺得你怎麼樣跟人相處融洽 不是說你要跟每個人相處融洽 你要跟你合得來的人相處融洽 所以說呢 你如果沒有任何人 可以跟你合得來 那你當然做這個事 不行 那你今天如果說 有一群很嬉皮的人 你就是跟這一群人特別好 其實你的客戶群 可能就是最快 你有你自己的市場 那你跟比較拘謹的客戶 你得不到他的暗量無所謂 但是就是說 你要去找到你自己 對 但如果說 你在溝通跟相處這上面是 沒有琢磨跟想像力的話 你做這一行就會是滿辛苦的 純粹只是錄鼓而已 就很高 很開心的 好像錄了兩手的鼓吧 下午進去錄音室 出來以後 回我就想說 終於下班了 應該時間還早 我就開車回家 路上還有人在等公車 後來看一下時鐘才發現 他們是在等 早班的公車 就已經過了 完全沒有時間概念了 我有錄過那種 唱第二個Take 然後製作人就說 好用第一個這樣 他會覺得 那個Take不錯 然後我們就下班了 大概錄兩小時 不過以歌手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男生呢 關冷氣 熱得要死 脫上衣 滿身的汗 他覺得這樣比較生命 對 可能比較像 在舞台上面的感覺 之類的 以前小哥在我們那邊錄的時候 都要在P2錄 就是很搭建 我們問他說 為什麼你特別喜歡搭建 他說因為 比較有上台的感覺 他有錄啊 台語男歌手 凱凱有喔 凱凱就是真的 其實滿能唱的 他好幾首歌 在這邊唱的時候 製作人是王錫文 那他就會 抓他一個最自然 有時候是瘋狂 或者有時候是自然 的表現 印象中 好幾首 應該都沒有熊 這個算是 我們錄音室的心臟吧 大概是一台 雙B車的家庭 所有的訊號 都會經過這個 錄到電腦裡 或是從電腦裡面 播放出來 我在白晶以前 我們白晶的老闆 給我的觀念就是說 他覺得 錄音師不要買器材 他覺得器材都要錄音室 他把錄音室看作是一個 技術的投注跟集中的地方 所以錄音室的作用 是把我們的know how 拿到錄音室 然後使用錄音室 所有專業的器材 所以以前錄音室的 投資也很大 你只要看他一個 console就是一棟房子 或兩棟房子這樣子 以前他配合 盤帶機 盤帶機是半棟房子 然後錄音室裝潢 可能也直逼一棟房子 這樣 有時候還超過 對 因為錄音室裝潢 他那個硬體需求也非常非常的高 他其實是要讓錄音室 在一個絕對 接近正確的環境下工作 對聲音的判斷下是非常正確 以錄音室來講 如果說我們來這邊工作 我就覺得很開心 謝謝大家 6月29號 我們金曲獎見